今天第一次来到Burnby Lake 准备绕湖一圈 据说大概有十几公里 挑战看看吧 前方有各种不同的鸟类 还有好多鸽子 湖面上金光闪闪的 雪叶看到了 看看红叶上 真的好多鸟 看看前面这一对鸭子 是不是长得很特别呢 这个是纹面鸭 真的好美喔 后面那只翅膀翘起来 应该是公的吧 好美的鸭子 难怪吸引了许多摄影爱好者 前来这边摄影 后面翅膀展开的鸭子 真的长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所以 друзья 就替我说 对不一样很特别 对不一样 不一样的 我没有看过这么多种的 такой 颜色黏膚颜色 对 别人 Fear 鸭子的颜色很奇怪 对很特别 看那个那个镰比如说 真的 OMG 真的漂亮 太漂亮了 鸭子头栽进水里觅食 屁股翘起来的样子 真的好奇特哦 看到前方唯独一棵树叶掉光的树 蛮特别的 走在路上闻到落叶甜甜的香味 这应该是自然的仅有味道 好香哦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到前面广场一大群血液 哇飞起来了好壮观 欣赏完学业 准备继续往前 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一群人在射箭俱乐部射箭 第一次看到 这是一个划船俱乐部 但是应该现在关了 前方是划船的一个港口 过去看看 今天没开吧 今天没开吧 他长的俱乐部 还蛮大的 这个是设在湖上面的一个餐厅 所以看下面都是水 今天餐厅里面有小朋友办party 穿个背心不冷哦 天呐 是啊 可是 不可怕 这个我一定不改 快速滑船 这个位置那么小一个 好细长 所以他速度很快 所以这种划船比较特别一点 这是单人的 后面那个是双人的 双人的 双人的 刚刚问他种不种 他说不会种 看到一匹骏马白色的 竟然在Burn Bee Lake会出现 好特别 这是一个小水坝 回程途中经过湖边 再去看看 这一只鸭子嗓子非常特别 翅膀是翘起来的 终于完成绕湖一圈 走了15公里多 挑战成功 真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